我剛剛安全回到警察館 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我對學生很失望 我今天開6點 早上不斷接其他市民報警 要去處理 1點開始 飯都沒吃 跑過去 都在亞家路街幫忙 我想那裡有幾百個反佔中的示威人士 拆了很多佔中那邊的物資 補給陣 然後呢 但是 第一個事件就是 有一個人 走過去幾十人的反佔中 被人圍 我拔走他 我衝過去拔走他 他說投訴我 他說投訴我 祝你不公 不要玩啦 我不拔走你被人用 然後 抄了號碼 拍了照片 我心想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隨便 你喜歡吧 然後呢 其實 其實 尼敦道 亞家路街 四個 四邊 全部都是反佔中 已經拆了很多物資站 已經群情洶湧 很危險 我們旺角的同事死手 不讓他們衝過去 跟學生有任何衝擊 死手 保護那些學生 期間兩邊都有出手傷人 兩邊都有丟東西 兩邊都有弄傷 反而真的 學生那些 不懂看事實 還在挑釁人 他們只有那百多人 人家那裡幾百人 差不多六百多人 四個街我加起來 警察有多少人呢 警察那時候只有六十人 不要玩啦 那幾條街多大啊 好心你聽我們說話啦 好啦 期間我吃了好多 我的腳都弄傷 我都受傷 跟著我都選錯 跟著好啦 到了 晚上 其實很多反佔中的 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來的 很多都是 那他們晚上都 六點多走了 跟著到其他學生來啦 好啦 就反包圍回 零碎的反佔中人士 反包圍警察 警察 除警察 警察 說警察幹嘛要用 封鎖 去封鎖 為什麼要留這麼多警察 跟著 我們不保護學生 一有警察來 就說支持學生 保護學生 不斷一向我們 心想 我們正在保護你 對不對 不保護的 我們帶我鬆手 給站衝進來 一早拆了你們的大台 還現在這麼囂張 有沒有搞錯 喂 真是很失望的 這次 我真是親眼見到 有多野蠻 多失理性 即是 收手啦 說真的